两岸多数啊,民众啊,多数啊,不是每一个啊,多数 偏向无知,意思就是说也有少数的民众是有知 而且这不是绝对无知,是偏向啊 所以我们上集讲了台湾,讲了一些台湾一些事实 都是公开的,报章杂志都报道到不行的啊 所以我就做出这个结论,无知,偏向无知,多数民众 上集讲了台湾,如果你没有看就去看上集 那下集就讲了,中国大陆,两岸嘛,就台湾,中国大陆 新加坡,香港也就是中国大陆,新加坡就不管了 而中国大陆也不妨多让啊 民众啊,对政府的许多所作所为啊,所显示出的啊 无知跟默认也让人难以理解 中国大陆现在很好啊,很强啊,第二强国啊 抽印干美啊,老百姓安居乐业啊 公共建设啊,这个是各种高铁啊 各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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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店啊,旅馆啊 建筑物啊,道路啊,交通啊,各种景点啊 做得很漂亮啊 政府一直在建设啊,老百姓安居乐业啊 都有受教育啊,过得很好啊 怎么会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啊 中国大陆有什么问题啊,问题多了,多了去了 重点是表象跟实际,表象啊 就比如说卖房子啊,那个重建啊,一定都跟你讲好的啊 这个房子你再不买的话,可惜啊 明天就要卖掉了,你先买到你赚翻了 你八倍子的福啊,你要是不买的话 你后悔一辈子啊,这个房子好都不得了 全世界最好的房子就这一户啊 他一定讲好的 他实际上你出去就哇,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在宣传啊 政府一定会宣传嘛 还有这个,电视也会宣传嘛 因为一般人就是看报纸看电视 如果在一个比较专制的体制里面啊 看了都是替政府讲话啊 或者讲最难听叫吸闹 我们看看,蒙观事实啊 我说过啦,没有个人的好物啊 也没有说讨厌哪个党喜欢哪个党 不管台湾民进党或中国共产党 也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嘛 反正就政府嘛,政府就好好做就行了嘛 做得好老百姓喜欢你嘛 做不好老百姓就讨厌你嘛 有的会骂啊,有的摆在心里面 就这么简单嘛 政府是拿人民的这个 这个税捐啊 做事嘛,就好好做嘛 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嘛 国家建设嘛 做得好,这么一回事嘛 那做不好当然有批评的自由 但我们批评要根据事实 不能说根据我个人的情绪 这就不行啊 我们先看看啊 我们这边举几个例子啊 就大家可以看看啊 这些是不是 这些事实啊 包括上一集台湾 都是事实啊 都是包装扎子登到不行啊 这都是事实啊 没有一个是我自己讲的啊 都是事实 我们来看看啊 中国有哪些问题啊 老百姓的反应是怎么样 中国总理李克强啊 先前啊,两年前嘛 根据,他是根据 他当然不能乱讲话 总理啊,第二把交易啊 不能乱讲话啊 他资料都根据中国官方啊 统计局啊 统计单位啊 中国有六亿人口啊 每个月收入不到人民币一千块 就台币四五千块 哇,那没办法生活啊 租房就完蛋啊 租自己房子还好一点 可是也不够啊 另外专家就根据进一步推论啊 李克强说六亿人口 收入不到人民币一千元 就是他讲的啊 另外三个人说 那有十亿,又多了四亿啊 收入不到两千 那还是不够活啊 台币九千块,一万块 也不够生活啊 租个房子就完了 打个手机啊,刷个卡啊 随便吃点东西就不够了 更不要说养家活口啊 实际上情况不好 中国不是光鲜亮地吗 老百姓安全的 买房啊,买车啊 我常常出国旅游啊 或者国内旅游啊 这个这个,都不错啊 怎么会啊 六亿已经快,中国大陆快一半了 中国十三亿多,十四亿 快一半了 哎呦,那你说 有一半人过得很好 另外一半人没办法生活 那这个国家有问题啊 可是又不是一半的过得好 那你加上收入不到两千 没有十亿啦 占了十分之七啦 那另外十分之三 是不是就过得好 也不是啊 你在网上 有多少亿不到三千 不到四千 也是不好啊 那中国大陆有没有钱 有钱的一定有 任何国家,美国也有穷人嘛 又穷都过不下去嘛 美国也有超级富豪嘛 那但是比例嘛 你不要说 如果全部大部分都是很有钱 那这个国家就很强盛啦 那你不要说 超级富豪百分之五 超,非常有钱 百分之 可能百分之二三十还过得可以 百分之七十过得很差 那这样也不行啦 你至少有一半以上的 最少七八成 生活都没问题嘛 剩下一两成啊 有问题,那再说嘛 那大陆是颠倒过来 大部分过得不怎么样 那少部分过得可以啊 那极少部分人 有钱的要命啊 这有问题啊 可是相对的 中国政府维稳经费 不是国防预算哦 国防预算是每一个国家都有 可维稳 很少国家有 好像很少像中国打的维稳 你已经有国防嘛 你怕人家打 像全世界谁敢打你中国 没有人打你中国 美国也不会打你啊 那国防 但是国防费用一定要有的 没有问题啊 那你维稳 维稳应该内部嘛 因为对外应该是国防嘛 可是维稳 那应该是对内部啊 那中国大陆人民会拿菜刀吗 拿刀子吗 拿棍子起来反抗吗 应该不会吧 没有这个力量嘛 没有这个力量嘛 那你维稳 为什么稳 搞不懂 当然大陆一点小偷啊 那就是公安嘛 武警嘛 是警察嘛 问题是 他维稳经费比国防预算高啊 国防预算要做航空母舰啊 战斗机很贵啊 坦克啊 大炮啊 舰艇很贵啊 维稳经费 没有买这些东西嘛 维稳没有说他去买航空母舰嘛 他费用比国防预算还高 那这没有道理啊 他应该是人事费用嘛 可是你说公安武警啊 情报员啊 他也不会比军人多吧 也不可能吧 难道是这些维稳的人员啊 公安武警啊 情报员一个人嘛 这是军人的十倍 那也不可能啊 军人早就闹翻了 那怎么会那么高 一年一年 一年失造人民币 比国防预算还高 以中国十四亿人口 得一个人可以拿到 薪态比一千块 当然这是一年啦 一千块也没什么用 可是总比没有好啊 如果收入较低 一半人口就可以拿两千人民币 不无销补啊 因为中国的老百姓 不太可能起义造反 怎么起义造反啊 你军队有枪有炮啊 你这个公安武警啊 警察也是有枪啊 有各种镇报设备 弄不起来嘛 那你维稳为什么 那如果拿一部分的 当然你说叫中国政府 说啊 维稳经费取消 全部给老百姓 那也不可能 打死做不到 那你拿一部分的 譬如说 拿一部分的维稳经费啊 作为类似台湾 台湾全民健保 这个是到其大用 当然全民健保会破产啊 不够人了 是另外一回事啊 因为有很多弊病啊 很多这个医生啊 就故意去榨领健保费 也有这种问题 基本上本质好 你不能说 他有些弊病就说他不好 你不能说美国 因为这个也有胡搞瞎搞 就说美国的两党政治 没有政治就有问题 不能这样讲啊 真的 你说菜好吃 搞不好里面 也有一些地方没做好 好学生也会 偶尔考不好的时候 汽车也会撞死人啊 菜刀也有人拿去杀了 你不能说就把菜刀取消啊 还要把汽车出车祸 你就把汽车全部取消 大家只能骑摩托车 脚踏车 不能开车 也不可能啊 因业废食嘛 如果拿一部分维稳经费啊 做类似台湾全民健保 你说拿三分之一 好 就很多了 大概就做了起来了 对中国人民的健康医疗 都有很大帮助 所以台湾全民健保 这个非常好 就是 有些人没差了 但是一般人啊 还有穷人 这个全民健保 就是医疗费用非常便宜 当然这个 像是医美啊 去整形那个不算 医疗行为 要生病才算 你要美化 你的身体那不算 对这种现象啊 中国民众也没有说什么 啊 有六亿多 不到人民币钱 那就算了吧 就这样子吧 有十亿人 可能不到两千块 就这样算了吧 我问你经费多的不得了 比光预算多 就这样子吧 算了吧 不然怎么办呢 中国民众也没说什么 然后中国网路啊 不能通往国外 所有一些朋友啊 到中国大陆 哎呀不习惯啊 不能连外 只能连中国大陆 可是我要买机票啊 我要跟国外联络啊 跟国外的朋友要联络 没办法 当然手机是还好啦 手机倒还可以啊 就是你上网啊 上网HTTP那个不行 所以很多在中国的外国人 对这个抱怨很多啊 当然有些外商 他经过特许啊 也可以开 但一般人不能啊 所以 所以这个才说有这个翻墙软体啊 所以在中国大陆 你也不能上YouTube YouTube很多好看的啊 外国很多网站啊 这全世界啊 很多网站 不能看 封锁 那干嘛封锁呢 这是 这是一个知识的权利嘛 就权利那么好看东西 不会说权利好看 全部在中国大陆 除了中国大陆都没有好看 值得看的东西 看美剧啊 美国电影啊 一大堆啊 到这个Amazon去看看人家购物啊 卖什么东西啊 不要只看那个马云的啊 看看外国卖什么东西啊 不行 他说外国 这是什么好疯的 你可以用一些关键字 有些字啊 就是 有些字封锁啊 那也难免啊 可是你不能整个封啊 你可以设关键字啊 少部分呢 你觉得中国人 觉得对我政权有危险的 有危机的 我封锁那关键字 可以啊 你就封锁啊 国家安全群 美国又国家安全 台湾又国家安全 可是你不能整个 英语费事要整个网 封掉 可是中国人 习惯了 没有就没有吧 就看看 就看看 胆子小就看看 中国国内的 胆子大一点 就弄个翻墙软体啊 可是翻墙软体 如果公务员被查到 不得了啊 老百姓被查到 也是麻烦了 再看 中国人说 受这个油土石油 才传统关联影响 多数人都希望买房 人之常心 正常 谁不想买房子啊 有一户就想买两户 两户就想买三户 就像女人的衣服 永远少一件一样 正常 完全心理正常 可是中国有个特殊的情况啊 中国 因为全世界的都是买 房地产 房跟地一起买嘛 而中国比较特殊啊 买房不买地 如果我想买地 不行 都是国家的 可是没有土地 不能盖房子 没有关系啊 中国政府说 没关系啊 应该啊 房子是你的啊 土地是我的啊 七十年 七十年后再说嘛 到时候 你另外付一笔钱啊 因为政府 中国政府也不会说 七十年到底收回来 这个天路人员 不可能 但是到时候会被 另外加钱 你要说 我这个房子 买得很 已经 很贵了啊 我这个七十年之后 我可能贷款还清啊 可是 这个我钱 买房子也用差不多 到时候 到时候 土地七十年到了 再付一次 我没有能力啦 没有能力啦 或者到底要付多少钱 这个很麻烦 所以老百姓 买只是地上物 就是房子啊 那么土地使用权 比如七十年啊 借满收 民众照理说 应该要再重交一笔税费 那这个也没办法 中国就这样子啊 可是 有一个不合理的地方来了 中国买房啊 在 只能买房子 地上物 而不能买土地 情况这 很多地区房价 比台湾还高 因为台湾当然也不一样 台北比较贵啊 高雄啊 中南部 比较便宜啊 你说 北京障碍的房镇贵啊 比台北还贵啊 但台北有什么区啊 台北有些区比较贵 有些区比较新一区 贵的要少 大同区 万华区的比较便宜啊 不可一概而论啊 但是中国大陆 金华区啊 这个 一线啊 二线啊 房价啊 比台北有些地方还贵 三线四线也不便宜啊 除非你想想 可是 这就问题来了 那你只买房子 因为台湾是土地贵 你买房地产 其实贵是贵在土地 而不是贵在房子 因为房价算得出来 土地可以随便涨啊 那房价就造价成本嘛 因为台湾比如说一瓶 一瓶 像一般来讲 大概一瓶十万 超级豪债不要算 一瓶大概 当然现在也许再高一点 那你 你总不能 十万块 一瓶十万块 你给我买一百万吧 你赚十倍 这不合理 那台湾的房地产很聪明 这个房价是有限嘛 我成本十万 十来万 顶多赚到你 二十万三十万 可为什么卖到一百万 因为土地贵 那你也没话讲 他说土地 土地就是收多少钱 多少钱嘛 因为你盖房子 那有一个成本嘛 算得出来 那房价 那个土地 就是随便喊嘛 他要卖多少 你要买就买 不买就不买嘛 那中国大陆 你没有买土地 而一般的观念是 高价区的房子是 土地比房子贵 因为房子 造价成本有限嘛 结果 你没有买土地的情况之下 你只有土地使用权 结果你的房价 有些地方 房价比台湾还高 这种情况并不合理啊 但中国的老百姓 还是努力买房 再贵我要买 所以这个很多视频 替他很多视频啊 中国人就是 公公婆婆一看 我女儿准备嫁了 有没有房子啊 没房子 再考虑吧 有房子的话 先嫁了 没房子 你打算几年买 那奇怪 那女儿 为什么女儿不买 为什么都是男的买 买房子没那么好买 会 中国老百姓 还是努力买房 管你合理不会 反正大家都买吧 大家都买 我也跟着买嘛 所以买了以后 能不能负担 不管先有房子 有主持有财 出去有面子 有房有车 但是以后每个月 钱不管 那再说 苦是苦在自己心里 苦在自己的生活 作息上 在表面上 我有车 有房 哦好棒 三几岁就可以 甚至二几岁 就可以有车 有房 哦好厉害 结束今年 这个女儿嫁的对 可是以后苦的 苦的要是苦自己 再看 中国政府多年来 对民众出国 留学 不是完全自由的 中国老百姓都知道 有一大堆县市 有一大堆保证 当然你说 中国大陆很多人都可以出国 是 很多人出国 那就通过了 那你要说是更多人是没出国的 那中国人谁不想出国 那有人出不了国 你说旅费什么东西 有的人真的连旅费都出不了 有的人旅费够 可是他也出不去 尤其疫情啊 Cov-19之后啊 中国就是更 疫情发生以后 政府更加严格限制出境 当然这有他的道理啊 但是你对这个 像在民主国家 你只要买人机票 护照办了 只要没有特殊状况 你就出去啊 政府也没在管了 除非你是 你是这个 你是逃亡犯 同期犯 那不行 要留下来 不准出去 只要你有钱 买机票 有护照 你就出去啊 至于出去怎么样 不管你啊 那你能不能入境 是另外一回 但是 只要你不是同期犯 你就出去了 很自由啊 没有出保证金啊 身家调查啊 问一大堆东西 没这回事 跟老百姓习惯 也没说什么 也没说什么 由于中国特殊政治体制啊 所以就没有 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 所以自由民主选举嘛 最简单叫选举嘛 那你说政府 官员是要管老百姓啊 老百姓被管 老百姓要过自己的生活 但是你管我 没办法 政府管我 但是啊 你不能干涉我太多啊 你要照顾我的生活啊 这不要 不要 不要限制我太多东西啊 我就努力生活 努力赚钱啊 你政府就给我方便啊 把这个国家 把各种建设啊 各种 各种 管好就好了嘛 因为你是拿我的钱嘛 你政府官员拿 你的薪水是由 纳税金交出来的嘛 可中国政府比较特殊啊 自然当局啊 所以西方啊 几百年前啊 就说不行 不能有皇帝啊 皇帝啊 这个皇帝是很英明的话 那大家没意见 如果碰到魂军 中国很多魂军 何不是肉迷啊 就造反 革命 那不然 这是 这是 这个 这是 你 出出薄削老百姓啊 还是到处乱杀老百姓啊 这个不干 所以后来西方才说 那这样子 不能由皇帝 他的生子气决定 不能由他的儿子里面决定 有我们自己选 我们喜欢谁就喜欢谁 谁才 经过一大堆革命 然后就比如说 民主选举 就至少我选嘛 选对选错是一回事 至少我选的嘛 不然的话 皇帝几个儿子 我哪知道哪一个儿子 好儿子 就像那个 抽签一样嘛 运气嘛 抽到好的 这个新的皇帝不错 大家没话讲 抽到魂军 完蛋了 所以就民主自由 是这样发生的 我自己选 选对了 是我的 这个 当最好 选错了我也没话讲 是我自己笨啊 至少是我选的 就像中国早就是 这是政府高层里面 内部决议啊 各省师书记 市长等等 大小官员 就是都不是经由选举产生 就是内部决定 内部决定就是你们决定 少部分 那一定少部分嘛 百分之零几人决定 那百分之九九点九九几 都没办法决定 因此中国百姓啊 对管理他们的关于人选 完全没有决定权 完全没有 我喜欢谁 他没上 我讨厌谁 他上了 没办法 但是中国对 中国民众对这个 几十年来的这个情况 也没什么意见 好吧 就这样子吧 郑州很多说 这样好啊 西方市民主自由 不好啊 我们这样才好啊 九龙治水 七龙治水 这样才好 那这种人 他到美国住了几年 他的想法就不一样 由于中国官员 并非经由人民权集产生 也完全不受人民监督啊 这容易嘛 所以西方有个谚语 贪污 就是权力会造成腐败 绝对的贪污 造成绝对的腐败 因为 我又不是你老百姓 选出来的 我干嘛对你负责啊 我对上面负责啊 上面负责啊 就我们讲难听一点 四个字成语 识相授受 那这种情况就很容易产生嘛 因为 我没有人监督啊 那我只要把上面老板 照顾好了 服侍好了 就没事了嘛 所以说和神 为什么那么贪 把国家全都贪掉 因为乾隆信任他 我只要把乾隆 一个人搞好就好了 搞定就好了 其他老百姓 管我屁事啊 我就搞钱嘛 这道理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容易发生贪污 弊病啊 贪污腐败 那这很多年了 所以当然 这个 现任的上来以后 也打贪打抚 抓了一些大老虎 也不错 抓不完嘛 比如说有 有这个 有十万个 十万个贪官 你抓三个五个 是很漂亮 可是 十万个关于 你抓三五个又怎么样呢 这三五个是最大 恐怕不是最大 最大你也不敢抓 可能是第二级的 第三级的 你抓一下 可是问题是 贪官太多了 你抓几个 没有用啊 是比没有好 没有什么大用 所以中国大陆官员 贪不贪 老百姓最清楚 所以老百姓只能 敢入不敢言 也不太讲什么话 反正奇怪 我们中国大陆就是这样子 那中国大陆啊 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以及第二大军事强国 中国有很多辉煌的 各种公共交通建设 很棒 棒棒棒 太棒 按五个站 十个站 然后中国大陆啊 很多老百姓啊 也说超应该没 说企图性太好了 中国像是第二大强国了 太棒了 中国是 这个汉唐盛世以来 绝无尽有啊 这个我们身为中国的老百姓啊 真是 祖上积德啊 但是这是表面上的荣景啊 是以牺牲多数老百姓 生活利益换取来的 对此中国老百姓也无感了 无所谓 你去看看美国一般的人 时薪 一个小时时薪多少 上班族 或者是年薪多少 或者是打工 一个小时多少钱 那你再看看中国人民 你如果打零工 一天赚多少钱 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一年赚多少钱 你去跟 美国他剩下的是美国人嘛 他也是两只手两只脚嘛 比如说两个都高中毕业 打工 人家一个小时 是多少钱美金嘛 中国大陆一个小时 不管人民币 美金是多少钱嘛 都是人啊 做的事也差不多 怎么差很多倍啊 好几倍啊 那为什么中国人民 这么勤劳勤奋啊 工时什么 各方面都比西方人来得累啊 可是为什么工资那么低啊 那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中国变成第二大经济体 第二大军事强国 要超英赶美了 各种公共建设多得不得了 好棒啊 那为什么李克强会说 有六亿人一个月不到 一千人民币啊 有些专家说 有十亿人不到 两千人民币啊 那搞不好又另外 夹起来又 十一十二十三 又不到三千块 怎么会这样子啊 那有钱当然是有钱 你看那个电子上 这个明星啊 这个多少钱啊 这个有钱都不得了 有钱一定有 很多大官有钱啊 家人啊 这个二奶三奶啊 都送到国外去 美国加拿大 英国啊 欧洲啊 都送出去了 有钱人 人数不少 比例很低 那穷人 大多数 人也多 比例也高 那这种 我们说 一个国家啊 长富与民是最好 当时最好国家也有钱 老百姓有钱 这是一百分 但是如果两个选一个 我当然觉得是 老百姓有钱比较好 叫长富与民 国富啊 孙中山说的 长富与民嘛 如果两个人选一个 宁愿政府穷一点 他老百姓有钱 但最糟糕的就是什么 北韩 领导人那个小胖子 过得好得不得了 老百姓苦得要死 最糟糕的就是政府 有钱 政府很大 老百姓没钱 普遍了 我们不说每一个 多数 这样不好 宁愿 宁愿是老百姓有钱 台湾就比较像是 老百姓过的 但台湾现在也很乱了 也是平不均 但基本上 台湾一直以来就是 老百姓过得还不错 比较有点长富与民 那个味道 中国大陆现在可能不是这样 可能是政府有钱 当政府 当现在有很多专家说 其实中国大陆政府 现在也没钱了 所以才会有很多 割韭菜的讲法 但重点就是说 你说国家强 但老百姓也要有钱 国太民安 国家跟老百姓都好 那叫双赢 那你说国家有钱 但大部分老百姓没钱 那就有问题了 中国大陆 这个一般老百姓的工资 跟美国怎么比 跟台湾也没得比 跟韩国 日本也没得比 不要说跟美国 日本 德国 你说跟台湾吧 跟香港 跟这个 韩国 这个没得比 所以我就说 中国大陆有很多问题 上一集是讲 台湾出现了很多 很离谱的问题 老百姓无所谓 那中国大陆有很多 我觉得很离谱 这都事实 我觉得很离谱 老百姓也不说什么 也习惯 所以根据台湾 跟那个中国大陆 这些年来 一些蛮离谱的现象 老百姓也没说什么 甚至一投票 哦 我还是选你 这个 肚子扁扁 我要投你 你做再不好 但我对你有信心 就是不能换 别的党 一定比你更懒 只能说你不能换人 我昨天做的是有瑕疵 有些不理想 可是你不能换 换的话 更糟糕 你现在是 有一点肚子饿 但是你换了别人以后 你根本没饭吃 你会饿死 只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在上期下期 里面做了很多 比较详细的 就举一些例子 其实例子不止这些 所以我最后得的结论 就是说 两岸多数民众 虽然教育普及等等 看起来是这样子 没错 表面上政府 国家也是光鲜亮丽 但是内部的问题 一堆 不合理形象一堆 所以我做出结论 两岸多数 不是每一个 多数民众 偏向 不是绝对无知 偏向无知 因为 你过得不好 过得不好 你又不讲话 然后投票 像台湾 我还是投你 我过得不好 我还是投你 中国大陆 更麻烦 不能投票 但是大家也不讲话 反而说 我们中国大陆 想要强 过得好 都不得了 两岸多数民众 偏向无知 上下期 这下期讲到这边